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讨论埋词和布局前 你需要先把钱在关键词找齐了 Listing的曝光度和可见性与关键字是直接挂钩的 那么如何选择有利于亚马逊SEO的关键字呢 亚马逊使用算法对卖家的商品进行排名 主要的排名因素之一就是关键字的相关性 因此这里想分享七种关键字研究方法 以帮助你找到适合你产品标题产品描述功能五行等要素的关键字 通过研究关键字 亚马逊卖家可以更好地了解特定商品的需求量 以及人们用于查找这些商品的搜索词 例如 某人可能通过在亚马逊搜索中输入Apple Phone或iOS Device之类的关键词来寻找iPhone 关键字研究将帮助你进一步找出客户在亚马逊上找到iPhone所使用的所有相关关键字 并将这些关键字放入与iPhone相关的listing中 以吸引并转化客户查找关键字的七个技巧 一利用亚马逊搜索功能与谷歌的Suggest关键词建议功能相类似 当你在搜索框输入特定关键词之后 亚马逊的AlterComplete自动填充功能也会在此基础上关联出许多你可以用在listing中的搜索词 推荐的相关搜索词会根据关键词的搜索量排序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十足的耐心和不断的改进 由于推荐的搜索词的量并不少 因此你需要花一些时间从中筛选出相关性更高的搜索词 二分析frequently brought together经常一起购买 部分你在经常一起购买板块下看到的所有内容都是对产品页面上显示的商品的补充 通过在产品说明或隐藏的关键字部分中使用与相关的一个或两个关键字 你可以使listing显示给那些不直接搜索你的产品 但活动表明他们可能愿意购买的用户 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推荐与客户查找的产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例如如果你销售牙刷并且在listing中的某个位置包含了相关关键词 teeth whitening fluoride牙齿美白孵化物 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该关键词上排名 三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 尽管靠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去找出相关关键词 似乎不是一个常用的办法 但它确实能起到作用 你需要去思考客户通过什么类型的搜索词 能够搜索到你的产品 然后将这些单词和短语运用到你的listing中 除了你能想到的关键词之外 你还可以浏览Facebook群组和谷歌趋势 以了解人们在搜索哪些与你的商品相关的内容 也许它们使用某个缩写词或单词来代替常见的名称 或者你可能会发现它们在搜索特定产品 例如无线充电器时大多使用品牌名称 例如Anker 总之相关关键词越详尽越好 四利用YouTube 尽管YouTube关键字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 但对于亚马逊关键字研究 也可以派上用场 由于受欢迎商品的搜索种类繁多 因此YouTube上的热门关键字 也很有可能在亚马逊上大获成功 同样YouTube的自动填充功能也可以帮助你 获取一些新的关键字提示 应该会与你在亚马逊上获取的关键词建议有所不同 正好可以为你提供在listing中添加关键词的新思路 5.使用Google Ads关键字规划师 这是一个免费工具 可根据用户在谷歌上的搜索内容提供关键字见解 由Google关键字规划师生成的数据可用于扩展你的亚马逊产品页面关键字列表 此外如果你打算投放PPC广告来推广你的亚马逊listing 你还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找出竞价关键字 6.分析竞争对手的listing 获得关键字提示的另一种方法是查看竞争对手的产品 隐藏在其产品标题和描述中的是你可能没有遇到过的关键字 在关键字研究中尽可能不要漏掉所有同一词 以无线充电器为例可能包括wireless charger, no wire charger等 7.使用亚马逊关键字研究工具 市场上充去着各种关键字研究工具 建议使用专门针对亚马逊平台的工具 这样你不仅能够研究关键词,还能衍生到发现产品排名,确定转化率等等 小结,一旦你确定了要在listing中使用的关键字,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确保将它们分布在产品说明,五行和标题中 另外,每个关键字只需使用一次即可,因为关键字密度与亚马逊的排名无关 109秒 7秒 100次 30 min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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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